我是著名收藏家白子鈴先生 在家不幸遇害身亡 更加離奇的是 白子鈴的屍體無翼而非 白子鈴先生的突然遇害 和他收藏的人骨鋼琴 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人骨鋼琴到底是什麼 他們是一對夫妻 這之前我就勸過你哥哥 不要碰人骨鋼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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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子鈴先生 白子鈴先生 永遠睡不醒的眼睛 你們倆在一起 真是命中注定啊 死亡才是永生之門